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秒学Ruby 我们现在回顾一下 上一节课所学习过的内容 在上一节课中 我们学习了类方法 类的实力方法 这些之类之类的概念 不知道同学们还搞清楚没有 类的方法 就是类自身它可以去教的方法 类的实力方法 是它的实力要去教用的方法 像绕颗令一样 同学们可以在中段里面 按照上一节课的讲解的内容 去好好再温习一下 而第三个内容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上一节课中 所讲过的类的继承 当时我们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公司叫你写一个学生类 student类 然后你写了学号名字 性别还有say hello 好 现在公司叫你 拓展一个say English方法 只有大学生类里面有 University student class 这时候我们就是用的继承 然后来实现这样一个say English 那好 现在我们又有一个不一样的案例了 现在公司里面发现 实际内里面插了一个需要的函数 需要你往里面添加 但是 实际内它是 Ruby官方所带的一个类 你该如何上这个实际内里面去增加一个函数呢 我们并不能去继承实际内 然后在所有地方全部替换掉 这样想起来好像有点困难 不过不要紧 Ruby有它的神奇的地方 好 回到我们的大纲线 在上几节中 我们终于把自定义类给整完了 然后在本节内容中 我们会先学习一下扩充类的知识 也将解决一下Ruby中神奇的地方 然后再学习部分 模块的基础知识 来看一下本节要点 扩充类 什么是扩充类 扩充类就很好地解决了 我们刚才提的那个问题 我们想往什么类中加什么样的方法 只要用扩充类去扩充就好了 概念解释太多 还是没什么意思 毕竟我们是一门实干的科目 所以别说其他的 先整代码 回到桌面去 打开我们之前说写的 Student Glass 对没错 就是它 现在这样的一个student类 它本身是没有say hello方法的 这里面是没有的 好 我们要用所谓的扩充类 去帮它扩充一个 那扩充类咋写呢 同学们看一下 一模一样 还是class student and and 有开有闭 然后定义一个方法 say hello 这样就扩充完毕了 可能这一个写法过于魔幻的话 有部分同学难以接受 但是不要怕 Ruby的语法一向魔幻 先定义一个类 想加方法 咱就把类再写一次 然后把方法填进去 打开终端 进入Ruby环境 导入我们的文件 导入成功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student类 有没有这样一个say hello 先实力化一个student类 实力化的时候 还必须给个参数 差点忘记了 名字就A 学号12 性别就没有了 实力化成功过后 我们来调一下say hello 是有的 hello 这样就表示我们类扩充成功了 那好 回到我们开始的那个案例 student类里面去扩充一个方法 student类里面我们扩充什么方法呢 一样的办法 class student 刚才咱们在student类里面扩充的是一个实力方法 对不对 同学们 实力方法 好 现在我在student类里面去扩充一个类方法 试一试 就叫还是reclaim吧 我的想象力比较频繁 打印一个小s吧 好 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个实验 类的扩充 可不可以去扩充一下类方法 好 第二个实验是 同学们是否还记得在上一讲中 我们就要用了student类里面 那如果我们在扩充类里面 覆盖掉student类里面 写成我们想要的样子 它会怎么办 试一下 进入终端 再次导入文件 requare 把文件复制进来 导入成功 然后我们试一下 student.licklaim 没有问题 student.name 也没有任何问题 对 扩充类就是这么神奇 它可以让一个团队里面 一个人负责写类 当我要扩充的时候 我并不需要你的原文件 或者说我并不需要知道 你内部是怎样去写的 我就可以往里面添加 我所需要的东西 而这样一个技术 又叫做打开类 或者monking patch 需要了解这方面 知识的同学 我可以在课后给同学们提供一下 相关的链接 让同学们阅读 在课上我就不细细读了 我们是一门实干的课目 实干 好 进入本节课的下一个知识链 模块 那我们首先要清楚 什么是模块 模块 它更像一种是方法的集合体 我们把这些方法 人为的集合了起来 什么意思呢 比如我们将数学运算 可能运用到的所有方法 常量给放在一起 堆在一堆里面 我们给这一堆 取一个名字 这就是模块的由来了 讲起来还是有点抽象 毕竟我们是一门实干的课目 还是回中段里面 敲一敲代码 看一看 在Ruby里面 有一个叫Math的模块 它包含了非常多的数学运算的 相关的常量和方法 比如 有一个常量叫Pi 同学们是不是还记得 如何去调类中的常量 有个冒号对不对 模块里面也是一样的 Pi 属于看到 3.141592653 就这样子出来了 那模块中的方法呢 比如 这个开方的方法 一样的 点号调用 当然 如果你闲得淡疼 你也可以有两个冒号调用 也是可以的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那有同学开始问呢 老师 你这 模块 跟那一方法 有啥区别呀 类方法啊 好像也很内似吧 直接通过类名就调了 也不需要实力化 这模块 有实力吗 这位同学 还是问得非常好 这模块啊 它就是没有实力的 它是没有 你有方法的 如果调用 会报错 模块 不仅没有实力 而且也不能被继承 但是一想哈 好像模块是一个比类还要弱一些的类 或者说 只有类方法的类 感觉好像是这个样子 那它到底有什么用呢 难道说 它只是把一堆东西 含起来 包起来 然后取一个漂亮点的名字吗 不是这样的 它还有很多用 但究竟有什么用 在下一节中 我们会娓娓道来 好 本节课的作业又来了 像死居类里面 扩充一个方法 比较两个字幅串的大小 如果A字幅串 比B字幅串大 就返回大小 就返回小 都是汉字哈 希望同学们好好去完成这样一个作业 虽然不是很难 但是也是一个练习 好 本节课的内容就到此为止了 谢谢同学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